這裏就是九龍城的 智蓮靜丸 對啦 據我所知 這隻石頭是 不知道有誰搬過來的 我們還在那個 蓮靜芬園 智蓮靜丸 智蓮靜丸 智蓮 藍燃 藍燃 我們找到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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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製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宋朝 距離現在有800年 一直都是朝廷保衛九龍 以至沿海一帶的腰塞 在上世紀中業 即是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城寨淪落 在市民的黃筒 和方會混雜的地方 好 我們這幾個介紹 可以知道一下 興衰 和最終刷射的故事 首先 在1898年 中英兩個政府簽署了一條條約 租借新界九個九二 根據這條條約 九龍城寨內的中國官員 不仍可以各司其事 即是還可以管 但是在英國接管了新界之後 就要求中國的官兵 撤出這個城寨 在九九年 是1899年 不是1999年 距離某人出生 一百年前 十二月 頒布了書物院令 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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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方面宣佈九龍城寨 是歸英國政府統治的 雖然 清政府 按照各種途徑的抗議違約 抗議抗議 但是因為當時中國正直內暖 沒有空處理九龍城寨的問題 結果就任期進入 無管治的狀態 但是最終 英國政府 亦都放棄了這個 小城進行實質的統治 隨著時間過去 城池逐漸荒廢 城寨人口就越來越少 這個1920年有得試 去到1960年 的時候 哇 大量的毒品 好像海洛櫻 原來都在九龍城寨加工 做經運往全球 加上還有什麼 脫衣舞棚 技仔 賭館 鴉片煙館 狗肉蕩 林立 城寨 城寨在五六十年代 開始發展成為 盛極一時的黑暗之城 同時 由於地價相對便宜 城寨四周圍出現了不少工廠 例如 無牌牙衣 亦都紛紛在城寨開業 為居民提供廉價服務 在九龍城這六卯半的土地 一般都稱為九龍城寨 民國以後 人們習慣了稱這裡 城寨或城郭清智 為城寨小用 在清拆城寨的時候 曾經發現一張部分 有九龍寨城的 牌匾 石碑 足以證實這個名字的來源 即是九龍寨城也行 九龍城寨也行 嘩 去到1980年代 因為人口的迅速增長 為了解決房屋問題 潛建樓宇比比街市 80年代 城寨內的建築 已經建立十六層 還有五百個風格建築 至清拆時人 有四萬多 根據1984年 從中英聯合成的簽署 中英兩國政府開始 如何討論九龍城寨的問題 中醫 香港政府在1987年 宣布 全面清拆九龍城寨 原來不是火災 對不起我記錯了 緊保留 城寨門的建築 並將延柱建為公園 六點幾 同時表示 由即日在香港法律 一樣適用於九龍城寨 同一日 中國政府都發表聲明 為了穩定 香港的穩定和範明 對這個香港政府的決定 表示理解 從此城寨的命運 就定案了 在1991年 第一期收樓行動 到1993年 完成整個清拆 1995年 香港總督彭定庫 處處公園開賣 完成 八年 神送香港特別行政兆的禮物 我們現在開車回家 我發現剛才那道大廈都很漂亮 所以我想拍一下 我還想再加一個 就是剛才那個公園 然後,那個叫什麼公園呢? 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公園和那個何單車? рост行 駕鳴、駕鯛、駕駛、駕駛、駕駛公園 原來是同一個公園來的 即是他們去駕駛 所以,我們一次過去春蘭的那些 我們今天就先去九龍城 這就是吉慶圍 這就是吉慶圍 原來之前那四個角應該是有一個炮台的 還有之前這裏是一個湖的地點 不是,湖城河 湖城河 有條河在這裏 很多城牆外面都有條河在這裏 它不放條橋,人家就不能進來 哦 我們去到二弟書院 但是我們發覺 它只是星期一、三日開的 今天是 哦,不是,兩點鐘開 不是,兩點鐘開 那我現在回來了 是呢 這就是鄧水專公司 那 這就是青核鄧公司 我們原本想轉去元朗 但是因為太塞車 我們轉了去大埔 我們現在正在走白鄉那條路 都不知道去不去到大埔 去到 嘩,我們 我們現在去大埔 吃午餐 現在兩點三十九分 我們現在去大埔 吃午餐 現在兩點三十九分 我們在一間 叫做 蔥加薄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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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然後吃麥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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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